你不想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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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文秀君也真够校长跋扈的 亏皇后还肯忍她 你放心吧 即便你不挡在皇后前面 那珠她也砸不到皇后 文秀君是蠢 但她毕竟是在长丘宫 她自会收敛锋芒 你如果不挡着 她自然会泄了力道 换一个方向 你是在笑我蠢 随便吧 你要笑便笑吧 我入宫不久 算知你们这些权贵之人 心中的万万人 少少 以后 别再轻易插手 不该你插手之事 此话何以 文秀君是前安王之女 皇后地位显贵 你为什么觉得 他们二人真挚 需要你来保护呢 那你为何又觉得 皇后不需要我来保护呢 没错 皇后在你们眼中尊贵无上 可今日她被文秀君羞辱之事 你与身上在何处 你为何会觉得自身强大之人 你就不需要保护呢 那你呢 少少 自身强大如你 为何就不需要我的保护呢 与灵侯辅到 下车吧 陈绍绍 陈绍绍 陈中国 十五岁时 我曾见过昆仑云海 漂浮在天际与山巅之间 至真至纯 渾透人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个文修君果真是个只知补贴弟弟的蠢货 咱们不过略撒鞋而料 他就轻易上钩去铸臂了 我已经买头了他的经手刃 到时候这些尾臂会一滴价到你我手中 届时你便可以在封地使用它 这样一来你手头也就能宽裕点了 可私自铸臂造谦 同谋反之罪旧父不怕 如果这件事情追究起来 有矿山的是兽春 铸臂的是小前安王 这不服不奋的是文修君 咱们最多也就是毋用违避而已 还是舅父想的周道 来 不过你也得警醒一些 你母妃和你三兄的为人 你也是知道的 特别是你母妃 最不喜欢旁人 弄歪绕绕给他添啰嗦 可恰恰你又是一个爱显摆的 我可告诉你 如果这件事情 在我们身上露出了马脚 而遭到陛下的处罚 那将会给岳氏带来巨大的麻烦 舅父指馆放心好了 若非长丘宫那位抠扣缩缩 非要宫中节省用度 我何至于铤而走险 到处想罚的挣钱吗 还是谨慎些好 来人 上酒 二位贵客 赐乃小店新样的美酒 名曰花开富贵 二位可要尝尝 田掌柜 快进来 快进来 花开富贵 好名字 来 我尝尝 以后咱们月室可不就是要富贵了 富贵又如何 那灵不宜还不是有眼无珠看不上我 偏偏千挑万选 选出个无礼的女娘 二子总劝我稀释宁人 可每每见她 我心底火便压不住 别被我撞到她落胆 否则 我定要让她明白 在天家生存有多难 女公子 你为何看起来没精大才的 女公子 莫非是思念林将军 日难起夜难安了 你胡说我思念她做什么 那你为何一直在门口等着 再说了 林将军说今天不来接了 你为何臣逝不上马车 我那是 我是在等阿姆啊 之前进宫之时 她都会来嘱咐个七八十句 如今也不管我了 那不是从前吗 如今你均说 有皇后教到你公子 她可从此安省些了 没人管的感觉 真好 真好 三公主 那不是成娘子吗 天都不忍赴我 让她撞到我手中了 站住 大胆 深宫之中 见三公主先不予行礼 三公主 我命你抬头起身了嘛 我命你抬头起身了嘛 就随意起身 这些时日 你与母后学习宫中规矩 母后可曾教过你 在宫中 贵人若未命你起 你便不能起 还不跪下 在宫中 在宫中 对公主皇子不恭不敬 罔贡礼节规矩 该当何罪啊 该当死罪 那便拉下去账则好了 三公主 我与三公主无冤无仇 你为何如此咄咄逼人 你我是无仇恋 但我最讨厌 无自知之明之辈 谁能想到 十一郎挑来选去 竟看中你这般货色 你既闯入皇庭 想了不该想的福气 就该承受 这贪心之人当受的罪 来人 拉下去 给我掌嘴 打到林不宜心疼为止 等等 三公主既知道 我未来郎旭是林不宜 我阿父是曲灵侯 我是奉皇后之命 来长丘供灵训 你百般刁难不说 如今还要随意对我动心 当真是不把身上皇后 放在眼中吗 你牙签嘴利得很哪 可惜 今日长丘宫的人都不在 可没人活得住 身子不定 手放平 这才是与三公主 回话的仪态 看什么 来人 长嘴 看什么 接着来啊 住手 除非可是要拦着我教训这不守规矩的臣女吗 陈娘子入宫 行动规矩说好有母后倾交 三公主责罚绍上不守规矩 可是说母后没交好 要当动责罚母后吗 除非言重了 母后方才爱寻物 一会儿就是无宴了 怎么还未曾见陈娘子入宫服侍 我总不能回答母后 是三妹觉得母后教导不正 要亲自教授规矩 所以耽误了时辰吧 除非何必急了 我不过是与陈娘子开个玩笑罢了 即使母后需要陈娘子去服侍 那还是赶紧去吧 我们在午宴时 那可再慢慢聊 你有没有见过 依得没伤到筋骨 你放心 我相信 此事若告知母后和子圣 定会替你做主 皇后要操之宫内外的事情太多了 我不想麻烦她 我也不想事事都考虑不已 终将宫里的日子是我自己过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为你再要看到的麻烦是 甚至比你还多先呢 我记得有一次她被人推之盒中险些丧命 幸亏后来太子把她救上来 你可知 此生那是最喜做什么 她最喜拉着不从宫女 陪自己一桌吃饭 自生自小 就未曾与家人好好坐下来 吃过一顿团圆饭 我记得小的时候 每年上员等会他都会去 就那么截然依人 站在灯火阑珊处 服侍世间越团圆 人团圆 文雄军那日的所作所为 我也听闻了 王淳将军 特托我来向你与心服致歉 子政啊 你与王淳将军 都是吴的左膀右臂 千万莫应妇人生了嫌隙 王淳将军 你与王淳将军 都是吴的左膀右臂 臣并非因为私人恩怨 针对扯起将军 只是因为他能力不足 实在不堪重用 殿下身为储君 当事是以国事为重 不可任人为亲 还有那楚飞表兄虽生 他武艺不禁也就罢了 还整日吃喝玩乐 饮酒勿食 这样的人 怎能让其安坐 东宫侍卫首领之位呢 殿下还是尽早 考虑何事人选为好 可能毕竟 毕竟都是五母族七族的人 不过是份行差罢了 今日是霍将军的继承 中午长丘宫设宴 你为兄弟二人 好久未曾一同用膳 不如 不必了 臣还有钥匙未曾出 恕臣适配 可是楚飞留到你的心腹 在东宫说话 你不等他一起走吗 今日霍将军继承 我与你一同回长丘宫 开席前 咱们还能再说说话 去备马车 是 我还要协助鸡痛阿子操持 就不 放心 你是怕又见着三公主 子圣也会一起去的 她一定会护你周全的 宫中人心叵测 她一路走来多不易 必不愿你受苦 太子妃 殿下父母令奴婢来问 东宫给金经树之大臣 及家眷的礼物可备好了 早已准备妥当 早已准备妥当 命殿下父母按往常惯例 送去便是了 是 慢着 我与梁夫人乃归终究时 在天上这支竹钗 以表心意吧 可这竹钗 是使臣进宫给殿下的 既是殿下之物 赏赐给立下汉马功劳的大臣 最为合适 是 看起来 这座皇家心腹 也是万分不易之事 其实我知道 宫中乃是非之地 我最好置身事外 但如今 我必须要淌这浑水了 因为我要做她心腹 便就要知晓 她是怎样的人 这里是她成长之地 我想 亲自走她曾经走过的人 你这心腹 倒是个感受的小女娘 太子殿下 殿下与子申也在 刚好了 今日佳宴 咱们可一同前去 殿下 臣方才想起 还有几件钥匙 未与少商交代 先行一步了 怎么又受伤了 怎么又受伤了 你不是要收回真心了吗 怎么又来找我了 是你出现在东宫 被我碰见 并非我主动来找你 好 那我便不出现在 林将军面前了 走 还有一件事 你要记住 以后少去东宫 离楚飞也远一些 为何 楚飞没架子 在森阳的皇宫里 也只有待在东宫不受人欺辱 你不过才精光几日 如何能分辨 谁人全没架子 谁人全是傍身的 我虽出生在武将之家 可我的心是肉掌的 你不过才精光几日 我们来聊天 就能帮着我 好 来 别别别别人 新人 都不在带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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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交给你三舅母照顾 把你养得如同山野财主一般 就喜欢这些俗不可耐的首饰 你若是 有你二次和三兄一半的董事便好 你前些日子不还在愿皇后为了节约开支 令你公主府揭不开锅吗 怎么这会儿便富裕了 难道是你宣是驸马摊墨了 母妃可别调侃我 我不过是与人同道做些小生意 赚些小小银钱罢了 连宣家驸马也不知道的 就你剪了 就你剪早不识数的 你还懂得做生意了 都城中酒楼 我凑了些份子 日后经营好分红利 母妃 我如今已经嫁出去了 在宫外有些自己产业 也不为过吧 我不管你所言真假 但我要提醒你一句 莫为了些俗物 损我月事颜面 还有 以后进宫 别打扮成这样 好好的一只凤凰 非把自己导致成一只野鸡 若是你公主府有钱没处花 倒不如购得大谢的铜镜照照自身 天天打扮成身毛左手 出去惹人笑话 母妃 你又贬持我 三舅母今晚邀我做客 说会介绍些旧事给我 我怎么能穿得太寒酸 饿了皇家颜面吧 瞧你那点出息 身为公主 何须在群生活面前显摆穿戴 皇家威仪 才是你此生最好的颜面 母妃可别骂了 如今宫中处处血减用度 我过得还不如商户夫人们呢 我与这些夫人们来往 还不是因为长丘宫那位 怂恿的父皇可口诉诉 我劝你说话谨慎些 圣上与皇后如此 那是为了给天下做表率 凭你个俗不可耐之人 也有资格嘲讽 行了 今日是霍将军继承 中午长秋公寿午宴 下午你父皇清零祭典 你也去奉献殿上磕头吧 好 enfim 没没没没没没 我那不能生啊 我都不愿意 你会的意思 Kim 我也给你带我的 你很难不 是不是 对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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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日不见成娘子 倒是容貌欲胜了啊 成盲武皇子夸奖 多日不见 书读得可明白些了 反正父皇想不起来我 随便读得好坏 本牛一乌是处 书也读不明白 这岂不跟我一样 待到日后 圣上提醒你 更没有值得一提的了 我乐意 我乐意 紫禅 来 圣上其实是个好夫君 若当年没有醉酒之后 重姓了徐美人 担下这五皇子 那便就更好了 即便是圣上也会犯错 重在补偿 自那时以后 圣上身边只有一后一妃 以及曹长师而已了 少商既为十一郎心腹 以后就是自家人了 你们来 与我们一道敬酒吧 不必了 每逢今日 朕都无心饮酒 你们先行用膳吧 待朕 再缓缓心静 少商 妹妹 我与妹妹一见入骨 日后 一定要与此生 来我们府里小坐 是啊 以后就是自家人了 要多走动走动 三红说你笑什么 好 我是想起了过去的事情 子圣刚刚进宫的时候 谁待见过他 如今倒好 一个个全来是好了 子圣自小是养在母后宫中 不待见他的自然不会是母后 所处的几位皇兄皇子 定是母妃宫中的 小五又说胡话 都是一起长大的 子圣与我们手足无甚分别 何来母后宫的 母妃宫的 而等能做父皇的儿女 历经这太平盛世 已是天大的福分 当不分彼此 盛世 朕尚不可自华 但是这个天下 的确是在朕的手里 太平前来的 此事 是 霍雄 功高之危 这都是霍将军舍命熬战换来的 亦是父皇 焚高鸡鬼 萧衣干世换来的 那又还谁 了 没有确是 霍雅王妃来了 嗯 嗯 宣 是 宣 汝阳王妃 师母 来人哪 开了 你 开了 你 开了 你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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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霍侯继尘 老身之陛下定设家宴 故不请自来 这是子圣心腹吧 老身倒要问问你 是如何将我家玉昌 逼到三才观清修的 我与绍商的亲事 是陛下亲自下旨 双亲同意 老王妃现在说这些 又是何意 双亲同意 程氏 你为何不去拜见 程阳侯夫人 家父家母已经决婚了 绍商不必去拜见淳于氏 淳于氏是他未来的君姑 未来君姑 你是当我母亲已经过世了吗 今日是我舅父的继尘 老王妃甚也人 老身 说错话了吗 长辈终究是长辈 程氏为何不去拜见 绍商还未拜见过我阿母 为何要去拜见淳于氏 他配吗 你舍弃我家玉昌 处处袒护城市 岳飞志 叔母 这是我的位置 还请叔母让一让 你不是不来吗 平时也不参加家宴的 我想念叔母了 听说叔母来了 我就想着叔母身边 应该有一个能说提起话的人 这不就急急地赶过来了 来人哪 给汝阳王妃赐座 你不要帮我 我到底是你的长辈 若真要论长辈 父母更是陛下的长辈 不如坐到陛下的座位上如何 我迟到片刻 你们又惹事吧 你若再惹事 我定让陛下 收回你所有的实义和奴婢 我看你无前无前 日后如何趾高且养 母妃 三面也知错了 找啰嗦 你若再护着她 回头我就向女娲娘娘助导 让你也生一个 如你三妹这般蠢笨的女娘 母妃教训得甚是 之前三妹犯错 父皇已罚过几次了 母妃就别责怪她了 我奉劝楚妃 还是先管好你自己的义母三分田 等日后真当了皇后 母仪天下时 再来教我如何行事也不迟 不过你放心 我定会走得早些 不让你费这个泪 哭什么哭 母妃此言折上耳臣了 哭什么哭 几声 月恒 你的嘴也太厉害了吧 你看你把孩儿们吓成怎样 皇家子女 该有的气派还是要有的 不要把孩儿们管束得如此木讷 皇家子女 那更是陛下的儿女 为父母 生他们 养他们 不求他们体贴孝顺 只求他们不要行精浪荡 坏了父母的颜面 叔母 为父母的这点要求 算是高了吗 也是 你家孙女 就从不顾及父母的颜面 成日又哭又闹地恨嫁 如今都把自己折腾到三财罐去了 你 你便是十一郎的心腹吗 头抬起来 怎么这般小家子气 是吃不饱吗 母妃好眼光 这成娘子呀 小五 你怎么还是这副鬼样子 你那眼底乌漆漠黑的 是昨夜 又和你那些幕僚彻夜成谈了吗 就你这副药 怎么嫁进我们月时 怕是婚姻时的团扇都遮不住你吧 日后夜里还是多独处些 养养身走吗 不说告退就自行走了 果然是没规矩教育 罢了 陈清潜还是让她多自在几日吧 我这人就是这样 心肠太软 素来 又爱纵容孩儿 你怎么独死刻薄 教育子女而已 叔母为何要这般说我 是 叔母一直都不怎么喜欢我 只喜欢陛下 也不诚实 陛下幼时 叔母也是不喜的 后来 陛下年少能干 渐渐正下家财名望 叔母才开始疼爱圣上 后来 陛下登基称帝 叔母对陛下的疼爱 那更是无以复加了 一恒 你这是何意 你是挑拨我和陛下的亲情吗 驸马公主们 并非拿你们当外人 要说长辈故事了 你们 果真要接着往下听吗 有什么话你就说 当年长公主身怀六甲 虚弱难当 叔母不肯借钱买肉买补养 冰天雪地 陛下只能只身入山行列 只盼能裂货些皮毛肉屎给长子 待陛下被霍冲兄长追回事 已冻得浑身亲子 后来是霍冲兄长出钱出人 养好了长公主的身影 和陛下的伤害 只可惜 好人不偿命 我 我哪儿舍不得借钱了 当年你叔父几个数月未归 我不得 你会想帮我 好人啊 我幸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